下了早事儿了 找一个白天不花钱的地方接着摆摊去 今天的天也可暖和了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愤怒荣姐 现在我正是在下了早事儿 正往这个白天摆摊的地方去 这是今天早餐 一个老大哥 看我视频 然后给我买的油炸糕 好暖心 说把它吃了 这老大哥我有印象的 上次我在这摆摊也是他买我东西了 我对他为啥印象这么深 他是北京的口音 但是我还要跟我爱人说 我这老大哥连价都不讲 当时买了很多东西 最后最后那三块钱就不有零头吗 我现在三块钱就不要了 然后他说什么也都给我付了 今天看着我的又给我买的油炸糕 谢谢啊 好好吃 这油炸糕可贵了呢 是一个我们海北比较有名的 好吃 老大哥说我知道你吃素 昨天我这么一堆星期没耕吗 我现在这不天天 白天和早晨都板吗 有好多粉丝朋友们说别太累了 都振年龄了 谢谢大家对容姐的关心 就疫情吧 这几年 经历的太多了 首先疫情三年 也的确是没什么收入 在疫情的三年里吧 我有的 我有两个服装的买卖 也因为疫情赔了 然后再加上老母亲有 有病 老年痴呆 需要照顾 也需要花钱 在家我交什么各种养老保险 总之吧 这些继续也花差不多了 然后卖房子的钱也都 也都花没剩多少钱 这不现在这不疫情开放了吗 然后我们这个 现在的政策也特别好 反正我感觉我们哈尔明 现在的政策挺好的 就是只要你不影响什么 嗯 太大的影响 在这个边加克拉克什么 小区门口办 嗯 也没有人去限制你 只要你去努力 嗯 这不就 政策一放开 然后也宽松了 我就嗯 白天也板 然后多赚点 多赚点 也得弄个房啊 然后还有三年退休了 退休以后我就先攒一攒 看看咱们首付我退休的时候 再用这个钱还贷 总之就想多赚点吧 人到老了 我现在还行 五十多岁也不算太老 中青年吧 现在人都都都长寿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 也是实属无奈 可累了呢 天天回家可乏了 我这头部都一个多星期没洗了 没时间回家就累了 就想你看你在外头摆摊不打地 你回到家了以后你就感觉一下就泄气了 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了 反正就努力吧 相信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的劳动 然后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也相信我自己能够买上自己的一个小窝吧 好了朋友们 我快到地方了 拜拜